我來新加坡是一種緣分 因為我認識新加坡這邊的幾個朋友 所以以前我習慣性的 我約都來新加坡跟大家做一個help talk 然後來提示大家一下 如何來避免災難 避免問題 不是去到走投烏龍門才來找我 他的意義不大 因為我已經夠忙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然後我希望能夠幫助到新加坡這邊 建立一個新的康福中心 能夠服務大家 好 這裡不是剛剛中國的問題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美國也好 實在是全世界 包括那個工作那邊也好 現在的醫療都是出問題的 醫療出問題呢 我希望講解到這邊 你們不要誤會來說變成什麼 像我剛才跟你們有談過話 我沒有講一句話 是告訴你 你會出現什麼問題 會大病 會死 我不是這種陪生 我會努力大家 來處理身體問題 我不是一種恐懼 我不是那種人 那是什麼呢 我們要了解到的是什麼呢 是 大家現在把能源 focus放在醫院 但是沒有把身體的問題 放在自己的心裡面 比方說 當你來找我的時間 我剛才來看 我最主要我跟你說 我不是看你的老人 一定不需要討會 我當然看你的皮膚上的老人班 你就要很注意 老人班 不是老人 年紀大了以後 就是一定要有老人班 老人班是告訴我們生氣出事 生氣出事 或者是說 剛才有一些朋友 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 已經有來的 divitis 那個方向 你們的已經在發展 但是什麼呢 我有問過剛才一個朋友 我說你的腸胃不太好 然後 網上的訪定是否腸胃不錯 如果已經快有糖尿病 腸胃是不可能好 但是什麼叫做 大家的腸胃性 認為好不好是什麼呢 我沒什麼 我沒什麼感覺 但是當一個人有糖尿病 實在他的腸胃一定有問題 才會有糖尿病 你們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是跟大家講解的是 大家不能夠依賴醫院 因爲什麼呢 醫院裡面是一個急救的系統 什麼叫做急救系統呢 是 現在的醫院跟以前的醫療的根基 是不一樣的 以前的醫療根基 像我們是華人 我們會依賴中醫 如果在印度 他會依賴印度的醫學 但是到了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這個醫療體系的時間 大家忽略了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的病 都沒辦法治療 我講幾個例子 便秘 便秘 便秘沒辦法治療 對不對 糖尿病治療 吃到死 那個高血癌 也是長期吃藥 以後來說 我常常講幾個問題 還有一點 像那個 我就講了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便秘 都沒辦法治療 那大腸癌當然沒辦法治療 你有沒有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輕微的都不能治療 那嚴重真的治療 因為大腸癌 你說一個人有大腸癌 你說他之前的腸也沒問題 他之前的腸道有兩個情況出現 一個是什麼 很容易腺 吃個飯很快就要去大便 以後很快吃去大便不是壞事 但目前他是還沒吸收就發出來 或者是說有些人是什麼呢 有些人是幾天都沒辦法去大便 這種情況長期沒有解決 才會有癌 等我一生 但是如果我們要解決 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腸的問題 你去醫院是沒辦法解決的 我來講解 從這裡我來講解給大家聽 比方說 一個人 他吃了飯以後很容易要去大便 以後很容易蟹 很容易蟹 很容易拉肚子 那是什麼呢 你到醫院裡面 醫院會告訴你有病嗎 你明白我意思嗎 醫院只是說你腸胃不好回家 或者是給你一些止蟹藥 那止蟹藥是沒有的 止蟹藥只是讓你的身體裡面 不懂得 不會脫水 那是什麼 沒有胃口那個腸道裡面的電磨 懂不懂我 所以這個意思 如果 如果有一個人他長期便秘 在醫院裡面 是不是解決的方法是 去到五六天 七天沒有辦法去大便 給他蟹藥就進來 但是他沒有幫助那個腸道有很多能力自己拉 所以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 急救 它不是一個恢復 recover 它不是一個恢復 那我們現在常常是什麼呢 已經忽略了原來身體 讓我們處理的是恢復 由於幾十年大家都習慣 沒辦法 變成什麼呢 以未來說 醫院救人的方法呢 是那個 你沒路走 希望醫院能夠把你 申請再救回來 那忽略了一個問題 什麼呢 醫院只是用急救 比方說他真正是查到一個人有cancer 那個腸道有cancer 那是什麼呢 發現那個位置可以切 對不對 發現那個位置可以切 切了以後是不是需要做提摩托蘭品而已 對不對 那是什麼呢 輕微的不能處理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依賴人家嚴重的方法 嚴重處理的方法呢 因為剛才有個癌症患者來找我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他的肝臟已經有癌症 那是什麼 處理了肝臟肝癌以後 肝臟肝癌以後 處理了肝癌裡面的肝癌把它拿走 拿走以後 可能就覺得會一筆安心 但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問題是 問題沒解決 它引起癌症的问题没有解决 只是把那个肿瘤拿走 那变成什么呢 可能很快又发现又有肿瘤了 如果来去两三次再做手术 或者是再做皮膜的时间 那后面是什么 那后面那个癌细胞就很容易再发现在别的地方 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 大家知道并不是突然间有形成的 原本来说我们如何应用新的医疗来克服 本来这个医疗系统里面的毛病 比方说我们可以洗肾 但是洗肾重要还是把肾脏功能已经很有问题了 那会不会起来重要呢 然后打个比方 一个人晚上有会起业三四次 那就是说他的肾瘤一定有问题 如果用新的医疗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中医 能够把肾脏功能汇补回来 如果可以把肾脏功能汇补回来 那就变成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洗肾 不需要那个透析 那我们是怎样来汇补他呢 第一个这个肾脏功能一定是肾小球开始受损害 那肾小球受损害可以是有毒素 可以是有毒素 有一些连入的地方开始盖住这个肾小球 那这些三个东西如果能够把它代谢出来 或者是他的肾脏功能就会变成什么呢 可能从起业一个晚上三次变成一个月以后可能起业只是两次 第二个月可能起业只是剩下一次 然后第三个月可能已经不需要起业了 这叫做会补 这叫做会补 所以我跟大家讲解的是现在的医疗是走这个方向 而不是说你起业几个两三次你能够到医院里面去 医院里面去他告诉你还没有问题 他告诉你还没有问题是他还没有 你们这个状态还没有报纳 他做什么 他只能够出手的时间 因为他做不了的他 他只能够去到什么呢 他们能够做operation的时间 或者是那个能够做透析的时间 懂我意思吗 就好像说一个人当他的糖尿有问题 daventist 那是什么呢 他之前一定开始尿尿尿 一定开始很多泡沫 在这很多泡沫的状态 你到医院里面去 医院里面只能只会跟你说你吃少一点糖 你吃少一点白米饭 但是什么 他帮不了你那个 那个tankist的那个system 懂不懂我意思 但是在心电医学里面 你可不可以用营养 你可不可以用细胞医学 你可不可以用细胞医学 那个受损害的这些细胞 会补回来 他就是什么 他又对糖产生这个有足够的 那个那个 辨别能力 他就能够生产足够的预导素 出来 那这样就叫康复 而不是长期吃药吃药吃药 吃药是什么呢 你自己身体生产足够的预导素 我提供给你 但是他没有帮助你生产 预导素的这个过程 这个是很麻烦的 如果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处理 是不是 胰胀癌就很难解决了 懂不懂我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一个 膝胀癌的患者 恢复回来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套的技术 可以帮助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恢复回来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需要把一些的概念 把一些的概念从出问题 只是去到医院里面说你要做这个治疗 你要做这个治疗 或什么 接受好像那个judgment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是 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疗方法 恢复身体 而不是只是说 我讲一个例子吧 我今天早上刚才有一个朋友来找我 我刚才才给我妈来找我的时间 给我看看他刚刚做的这个手术 这个钙癌的手术 这个钙的手术因为它肿起来 肿起来抽了很多那个液体出来以后 医院里面告诉他马上做手术 换了那个钙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软骨素不够 磨损以后产生发炎 那由于医院里面告诉他马上要做这个手术 变成了他马上做手术 4万块新加坡病 但是什么呢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少不打个电话给我们 实在这个是发炎引起的现象 实在他可以把医院里面用这个急救方法 抽这些液体出来以后 再做治疗 找我们做治疗 然后呢 开始服用那个葡萄糖胺 就是那个 呼口沙米 呼口沙米 你知道他怎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 他看见呼口 呼口这两个字 不敢吃呼口沙米 我说这是两件事情啊 呼口沙米跟这个 这个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跟你说 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有自私的人 但是什么呢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新加坡也好 EURO也好 美国也好 就透露在这个情况 你们 Education非常的高 但是什么呢 我可以说在医疗上面是富而到你不可思议的 医疗上面的知识是富而到你不可思议的 医疗上面的知识是富而到你不可思议的 刚才在门口有另外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来找我 他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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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很紧 他那个身体很紧张 所以那个到了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给他吃那个 那个 应该是那个 处于紧张的那个 药物 以后呢 我刚才帮他做Body Check的时间呢 他身体来说 他的心脏有问题 心脏有问题 以后呢 我发现他有那个 Degression 问题来了 以后他这个人的肠位还是有问题 肠位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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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么呢 医院里面 给他吃那个药 我说您知道那个药是什么作用吗 他说是控制他那个 紧张的 他的知识是在这个程度 实在那个药物是 让他的身体反应 压制下去 让他没什么reaction 那是什么 有没有治疗他的紧张 我刚才说 他没有恢复他的紧张问题 也没有恢复他的 性脏问题 也没有恢复他的那个 消化的问题 所以他 只是因为医院里面 告诉他 吃这个药 他就继续吃下去 他没有全球另外的一些方法 让他恢复回来 以后我 以后我说 你的病是一个治疗的 他马上很高兴 他说整个治疗 我说你等一下先听我的讲座 以后呢 说呢 接受我的那个 今天你可以先把 那个身体里面的 那个tox 你把它 tox出来 结果呢 我们再做另外一部分的 那个治疗去 不太多了 他马上一个什么反应呢 医院里面告诉他 不能tox 医院里面告诉他 不能tox 我心里面一句话 医院里面都不知道 什么叫tox 那如果 你知道什么叫tox 医院里面告诉你 不要大便吗 tox实在来说就是 把你身体里面正常 要出来的脏东西 让他们都排出来 但是由于医院里面 结束的一些训练的知识 是什么呢 一切都是有危险的 所以医 为什么要有医生呢 你吃那个药物 吃多一克会死人了 因为是毒 我们说的药 跟医院里面的状 是毒 所以变成什么 大家一看到药就是毒 实在药物有分为 好几种等级的 有一些药物是 吃多一点点就会死人 所以必须要有医生来控制 因为医生是控制你那个量 不会死人 继续能够活下去 但是不代表你能够恢复回来 那是什么呢 一听到那个 能够产生治疗的东西呢 就联想到那个东西 必须要有毒的 有伤害性 变成什么呢 明白 不敢去进一步的 来结束任何的那个 那在新的医学上面 不是总的套路 新的医学上面是 我们如何 因为这套路 已经几十年 已经 已经不是真正 针对那个 慢性疾病的康复 变成什么呢 就要进入到一个 新的年代 在那个自然医学上面 就是National Park的部分 National Park的部分 实在来说呢 能够很容易理解的是 它本身本来有三大块 一块是营养 营养 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 营养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中医TCM的部分 还有印度医学的部分 但是TCM跟印度医学的部分呢 我们如何把它卸卖化 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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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植物里面 我们知道 治疗老神经 比方说 我们怕一个人 他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不是一开始 在自然医学里面 我们用三个方法 来解决睡眠不好 不是吃那个 那个 安民药 不是 我们用三个方法 来解决 那个 那个 睡眠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可不可以用穿工 或者是那个淡气的方法 吃了以后 增加那个打工学 然后血液 有些人 晚上 不能睡眠 是因为这个颈椎 颈椎出现问题 血液上不去 血液上不去 引起的 那个长期的失眠 那你吃 安民药 是不会把颈椎 变成正常的 它会 它只是什么 让你的老神经 越来越衰退 那所谓来说 那就需要用到 那个中药上面 这种的 特有成分 血液能够活 也不然说 能够退到 头脑上面 一般来说 穿工还会加上 那个添麻 还会加上添麻 因为 老袋里面的 老退恶色素 添麻 可以 可以 处理这个 特原色素的生产 但是什么 这个太慢了 那新的医学院 这种方法是怎么样呢 提炼添麻 提炼添麻里面的添麻素 还有来说呢 处理另外一个更加先进的一些方法 让老风血很容易恢复到脑袋里面 这样的话 很多时候 你的那个税率 已经不会 可能在一个月里 不会被解决 甚至来说 一些严重的 可能三个月 就能解决 那个安眠药 就可以很快的时间 可能从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就能够 尾丢下来 甚至已经可以不用 因为 他的老工血 开始回复回来 我们在动 一些神经系统 里面的一些物资 那他的神经系统 就开始回复回来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比那个 那个 好多了 还有一点 它是自标制的 但是如果用以前的方法 很慢 这是自然医学里面的方法 或者是刚才说的 那个 不够杀米的事情 不够杀米的事情 虽然它是能够 补回 那个软骨素 但是 补回软骨素 它只是一个运输 不够的 因为一个人膝盖有问题 他 kini一定有问题 kini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 恢复那个脊柱 脊椎 脊椎 他可能有错位 脊椎错位 我们恢复他 然后呢 再帮助他 kini恢复 在同时之间 补充那个 顾扣商人给他 那这样的话 他整个人 不单是强壮起来 还有他的膝盖问题 可能半个月 一个月已经远方痛了 也会再过多 三个月半年 他可能比之前还要年轻 懂不懂我意思 这是新的方法 而不是说 去换个盖 换个盖 我刚才跟我朋友说 我说你麻烦了 他还很年轻啊 我说10年以后你怎么办 他就马上回答给我 他说医院告诉他 用肯定用15年 我说你10年以后怎么办 医院里面可以说 说要能够用15年 问题是什么呢 15年以后 他第一个他办了以后 他现在关节 就不会那么灵了 第二个问题呢 他不痛 他不痛是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没有神经线了 没有神经线 他能不痛啊 但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 再发炎 就可能分针的时候 做努力了 懂不懂我意思 急救跟康复是两万事 你如果明白 原来新的医学 跟康复的很好 你何必要花四万块钱 新加坡费 好多钱啊 四万块钱还有 在过程里面 不是好味道的 也会什么呢 他告诉我 他开始考 我开始认证吃那个 不扣上面 我说你就是这样 如果 为什么 总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才找我们 因为他认为 因为他认为 他之前 他有糖尿问题 但是他不借口 因为他还是天天好像 还能够活得很潇爽 因为你不是 他不是那个糖尿问题 去到要晕打 或者是已经生活不了 他变成什么呢 只是因为那个报告 是糖尿病 但是什么呢 他身体还不是那种 很受到折磨 走投无目的情况 就变成什么呢 他不会听话 好好的用我们的方法 来恢复我们的身体 还要配合生活的方法 懂得为之 那是什么呢 到现在 他配合了 那现在他配合了 我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处理 搞这个讲座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 帮助一些人 能够提醒 不要认为我在啰嗦 实在病是你不能够 真正很容易抵抗的 特别是什么呢 那些非常严重那些疾病 不是开玩笑的 那是什么呢 你去到走投无来 来处理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 好像我不知道 你们这一次见到我怎么样 我过多两年50岁 但是我身体状态 我每两天飞一个地方 我身体状态如果不好 我自己的身体是会狂的 我的身体会狂 但是什么呢 身体靠你长期保愿 还有一点 你怎样 把不舒服的地方 处理得好一点呢 昨天我非常的累 因为从下午的 中午12点钟开始出发 到了今天早上六点半 到了你说都累太快 那是什么呢 我开始觉得累的时间 我马上把我们的量子芯片 把它这里开始贴 这里贴 这里贴 这里贴了两片 那变成什么呢 我到达的时间还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要应付今天中午 跟大家聊天的时间 聊天的时间 这是什么呢 是你要需要知道自己 怎样来托住身体 而不是说 能够能够等到有问题才去解决 等到有问题解决起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分享一些的个案 像这些 你在我家医院里面没办法治疗了 这个因为它是遗传病 前世的两例 我治疗了一例 很多病死可以被救回来 很多病可以救回来是什么呢 我们沿用了世然医学的方法 我们不是 因为这个患者是医院里面把他贴出来 第一个他够穷 他没钱治疗 那这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姐妹 有一次我去那个悟道的时间 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等待牧师 帮他祷告 希望上帝能够在他身体上面产生神经 当时我就受感动我帮他治疗 因为我也没有治疗那么特别的 所以来说当时引起我 那个爱心也引起我一个兴趣 来处理 结果 那个时间 他救了 他救了 癌症的治疗 这个也是一个姐妹 她是倾家当场 因为她来找我的时间 是已经第四次癌症复发 第四次癌症复发 她这里是穿过去 这里是穿过去 因为她蛇癌 她现在是我的学生 她完全康复 完全康复 以后 因为她来找我的时间 就是两个房子在里卖掉 之前做什么都做 然后那个 然后她是我 我经常会 以她来做个个案的 她是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用中国医学 那当时我从欧洲回到香港 但是这些教会 因为你们毁缺过来的 她已经走投无路 已经没完全 经济上已经崩溃的人 你救还是不救啊 你就要想想办法 因为找我治疗 真正治疗的话 也不会便宜 但是人家走投无路 我就开始用中国的纯中药 另外加上我这样一些 不会怎样花钱的方法 结果把她救人 这个是 这个是 比较有意义的是 开始用一些脾底的 自然一些方法来救人 因为用贵的方法是最容易的 用贵的方法最容易 我跟你说 用脾底的方法来救人 是最幸福的 然后这个 这个鼓癌的小子癌 这个鼓癌小子癌 它也好 这些 我给你们看的是我慈善的部分 我做慈善的部分才会播放出来 这小女孩 当天他们 我在这个上海 他这个父母来说 当天 听到我 他到了上海 就从安徽 他的亲戚认识我 就开始送这个小女孩 来到这个上海的见语 当时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小女孩 我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这些七岁小女孩 那里会鼓癌 他会晚间 医院里面 第三个医院 告诉他妈妈 准备生肚癌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孩子没有 但是这个孩子 站起来 没有问题 这个是 很漂亮 这是很漂亮的 这是公颈癌 公颈癌 这个患者 他有特别 因为他认识的 很有特多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中国 中国 中国凡是能够安排 进去三年一医院 北京三年一医院 都是有关系的 他这个 这里面的朋友 气氛到特别来好像 他找我麻烦 因为这个 这个女孩子 他供颈癌 发现的时间 他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家族里面 很多人都是癌症死的 那就变成什么呢 他不相信医院 你懂不懂我医生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家庭主里面 没有一个人偿命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就来拘询我 拘询我的时间 我说你去医院没用的 因为第一个 他不是晚期 他是出期 公颈癌 我说你去医院 你们做手术 没用的 他这个癌 另外一些癌症是不一样的 因为公颈癌是病毒引起的 他不是长肿流起来的 你们能理解为什么 他是有virus virus就是HPV的问题 所以如果发现了公颈癌去做手术 virus是还存在的 他做了手术以后 他还会回来啊 懂不懂医生 所以手术没用 但是什么呢 他的家人 他身边的朋友很紧张 特别有关系 因为他们认识很多的民意 本民帮你安排去做手术 你还不去 以后来说来找我这个人 就耽误了那个癌症 还好像一种话 就是说万一他的治疗不好 我怎样负个洗剂的责任 但是我跟他说什么 我不敢担保会治疗好的 因为我从来告诉人家 没有担保治疗好的 只有上帝能够讲这句话 我们哪里可以讲这句话 我们只能够敬意 但是什么呢 他说我怎样都只是相信你 他怎样相信我 都是相信你 他把他身边的那些家人 气到头 不是发神经一样 但是什么呢 他活下来 他问题在哪里呢 他是一个 会突然间精神崩溃的情绪 你会把整个家里面砸光 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之前 我感觉到他心理问题了 因为他这个病 我认为他跟他的心理问题 我先问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结果一脚出来就崩溃了 因为什么他支撑了这个家庭 他老公的等事 所以来说他这个理由是特强 他长期的心情 跟一种好像不满引起到 身体里面的厚恶膀上面的一些问题 你说心理荷尔蒙问题没有去解决 去做手术有用吗 你明白吗 他的病情不是在这个virus上面 他的病情在心理上面 所以我们在治疗里面来说 除了直接处理这个癌和细胞 还要处理他的心理 还有调节他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 里面的平衡 以后来说还有给他的正面思想 现在跟老公关心都好多 因为在处理他 两夫妻的一起处理 这是什么 就是一些完整一点的处理方法 以后这是他老公 这个是变成比较容易指的一些庆祝的 因为这个人他做手术太简单 因为他身边的人出钱给他去处理 就是说这种这个是性病 那当时这个女性他整个人身体 因为感染到那个性病 变成全身性的里面外面都高度的发炎 我们用了十三天 我们用了十一天 十一天 你用Exima Exima也是医院里面说不能够治疗的 Exima的 现在那个是试诊的 零皮血的 红斑狼仓的 或者是瑞凤丝的 这些都没办法治疗 我刚刚上一个礼拜 我在香港的时间 一个瑞凤丝的病人 他女儿要拿他来找我治疗 最后他还没治疗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告诉他 瑞凤丝是不可能被康复的 以后我告诉他 瑞凤丝可以被康复的 他相信医院不会康复 那就不会康复了 不会康复就不会康复了 那没办法 这些什么呢? 因为这些不是皮肤的病 这个孩子是从三岁开始发病 他严重到是全身性 全身都是那个Exima 以后是全身是流水 流水 流水 但是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治疗的 因为你要治疗他的内脏 而不是治疗他的皮肤 因为Exima的病人 表面上是皮肤的病 实在是内脏的病 他是身体自己 来感染自己皮肤的 就好像刚才一开始他的小女孩 他是身体自己内脏功能不断发炎 所以他气口瘤 他气口瘤 不是受到外面的病毒 是里面的身体自己 以便杀自己 所以呢 变成什么呢? 医院里面就只能够用那个急速 用急速来处理 但是急速一旦处理 肾脏就会崩溃 淋巴也会崩溃 就变成什么呢? 过多几年 要码就死掉 要码就什么呢? 会洗身 要码就洗身 但是Exima的情况 我是希望每次在这种情况 我会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很多是生出来就有了 环境 环境的那个污染非常的厉害 生出来就会有 生出来就要有 如果你不知道现在的新的治疗方法 那个孩子会养不大 因为治疗Exima的方法 如果在西医里面只能够用急速 一旦用急速 一定会damage生机 那这个人怎样发育呢? 他发育不了 他发育不了 他没有胃囊 所以呢 可以康复的 特别是小孩子 康复的速度会更快 更快 那这些我不再讲太多了 这些是那个 Endergrine的问题 Endergrine的问题呢 这种情况是 喝水都会胖的 是那些喝水都会胖的人 实在他是内疑分泌失调 不是他的身体吸收营养太压 喝水都会胖 那已经是病了 他是肿 是肿 不是胖 是肿 当他看过的时间 就很亮亮 就亮亮 实在就是Endergrine的问题 然后像我们在治疗 像这个孩子是去到植物人的状态 我在香港那个米爱医院 他接回来 他是发高烧以后去到医院 然后发现他有那个CP 他有肺疗 肺结核 原来他的 像印尼的功能有肺结核 就传染了给这个孩子 那肺结核的治疗方法 在医院里面也是 我刚才就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医院里面是个急救方法 实在急救完以后要恢复 急救完以后他没有恢复 他身体就发现了 就引起了什么呢 老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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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脊髓以后呢 就开刀 一开刀 这个孩子就这样 你没看到他是 张开眼睛的 他是不会闭上眼睛的 他就真的也不会动 真的眼睛不会动 那当时就好像这样的一个讲座 他的那个grandma 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看到我什么治疗这些孩子 这些个案 就叫他的爸爸妈妈来找我 那当时我们怎样来处理呢 我们第一道来说是 因为他不会吃东西 他不会反应 我们就把那个药物 混合在他那个 tank里面 让他灌进去 那是什么 要在医院里面是偷偷地做 因为医院里面不可以 不可能让你做这件事情 不可能让你做这件事情 他偷偷了 他们一家人 他们24小时轮流 在医院里面 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来说呢 那些故事眼 真之眼 闭之眼 反正这个孩子都已经 孩子啊 不行也好 不行也好 给一个希望 因为医院里面已经判回职务人 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动起来 动起来 后来就把那个 因为他长期就没声音 这里就开始在卫部这里开一个洞 从卫部这里用针筒 挥进去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你看他这个肺筋有问题 这些 现在我跟你说 新加坡这种孩子 跟环境也有关系 这个孩子是 他见到任何东西 出来去撞 这个是自闭症的一种 症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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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我们帮忙起来的 这个 这个女孩子呢 他是 生出来就是 那个 生出来就是 那个 那个 老痰 就是生 生出来的时间 生不出来 因为生出来 就缺氧 缺氧 就他脑袋的一些地方 就会受损了 受损就 整个孩子当时抱过来 上海找我的时间 是 准备了 好像 好像 GLA 软软 因为他 身体困住不了 挺不起来 那现在 不错啊 这样能写字啊 现在不错 能写字 然后 我们就在 包括在 这些是妇儿院 就开始 当时是做了这批 以后才做那些小孩子 像那个 糖色症和症 他们是可变 他们是可以变 那就是说 我 我当时 胆子比较大 我认为 那个 我认为 那个 症也会 改变 因为 因为当时是 通过治疗癌症 我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癌症患者 我们一直查他的 那个 基因的问题 他的那个 基因的 基因 基因会 从一开始 比方说 一队两队受损害 到了后期 可能四五队都有问题 那就是说 基因 是会被破坏的 既然能够被破坏 他应该是也能够被 康复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明白 我能够明白我意思 就是说 基因不是一定是 生出来这样子这样 我当时的观念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基因就不是说 你说他生出来 基因有问题 就有问题了 他应该是有一个阶段 受到损伤才会引起 如果一个阶段 如果一个阶段 受到损伤才会引起 如果一个阶段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 产生一个贿赌 所以 从这种方法来说 当时我做了一个孩子 就是那个唐世忠的真理 那个 那个 当时一个孩子 他是 通过这个 因为我们做了几 一批的这个孩子以后 结果就在北京那边 北京那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团 团 团体 中南海那边做事情 他一个司机的老婆 怀孕了以后 既然查到这个孩子 有当先准 那当先准 那个孩子当时已经去过院 就 在人道当中 就不能流产 然后就来找我 来找我 我说我不敢保证 但是 有可能会好 当时就开始给他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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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那个事情 就 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就 证实了 基因是能够被修复了 那变成什么呢 我后来来说 就很 开始 处理很多 那个神经系统 受伤害的 一些个案 通过这个 这个 方法来说 变成什么呢 医院里面 本来说的神经系统 都能够被 康复 我认为是 有 正应应该是有正应 我们做出来的 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做一个 我们每一个都这样做 结果 做出来根本是神经系统 是可以被 区域回来的 神经系统 既然可以被 区域回来 那我们如果 用在那个 pockets上面呢 我们如果 再用在这个 这个 中风的患者上面呢 你说它不能动 就不能动 我认为动 我们现在 动了很多 都起来 那这样的话 这种就是有满足感 这样就有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 可以看不得很老 我们才用了 21个礼拜 当时用的方法 跟现在又不一样 现在我们还可以 增加 应该差不多 一倍的时间 一倍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事物会更快 这个也是最近 最近我开始 从那个 他是一个 教会里面的人 这是很感动的 教会里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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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我 找我 这个人 帮助这个孩子 帮助这个孩子 康复 付钱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是我非常感动 然后我就跟他们 讲一个问题 我说 你负责头三个月 后面 我来支持 因为大家一起支持 才行 这个可以是 怎么样 可以是 头三个月 香港这个 教会里面的姐妹 去帮助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的家里面 是不相信的 这个孩子的 父母 跟 跟 公公 爸爸 这些 都已经不相信 因为他们已经 倾家放产 去治疗这个孩子 医院里面也没办法 那我们就开始处理 所以我叫他 我说 你要感激这个人 你看 他自己 我写给他 他付了我几万块钱 三个月的朋友 你会什么呢 然后 他自己 自己那个人 他们不相信 最后来说 因为这个姐妹坚持要做这个事情 帮助他们 他就说 不行的话 那就算了 不行了 就是 如果治疗了 如果经过治疗 还不行的话 就放弃 结果这个孩子 你们也固定能够玩这个东西 这个孩子会不会 这个孩子会不会 所以 在所有的这些治疗里面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什么 身体是可以被康复的 要有信心 不管你这个病情去到什么的状态 但是 像我所说的 我们不敢 保证 一定是会 完人 这些的治疗 一定会来提升 但是 所有的医疗上面 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 进入这种观念 是什么呢 包括跟那个Darima 认识 也是一件比较 就是什么 第一个 身体 你不能够 忽略的是 当我们现在在现有的生活当中 是一定会有毒素 一定会有毒素 然后生亚和阿富汗的疾病 是跟毒素有关系的 跟毒素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多少 然后我讲几个问题给你们听 比方说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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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它的painless有问题 那糖尿病的一些方案是什么呢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它的仪仗功能 是不是存在 仪仗功能存在 但是仪仗功能对 苏格没有敏感 没有反应 问题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我的判断是什么呢 有毒素来干扰了 它好像拉打一样 那变成什么呢 干扰的时间 它就没有反应 那如果毒素出来以后 它这个仪仗功能 才能够灰阻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治疗任何的疾病 首先把身体里面的仪仗功性清洗出来 比方说你说血管有问题 你说血管有问题 你说肝脏有问题 你说那个肝脏有问题 如果这些的toxin不出来 肝脏哪里有机会 会不会把那个堆起来的垃圾 把那个压力给它降下去 那就很困难 但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氢 已经超越了本来 中医医学上面的一些氢的话 因为以前的氢 不简单的 一个人去找到一个医生的时间 他身体很多地方 已经不能够运作得很好 不能够运作得很好 你说能够清出来就清出来 在眼睛里面的毒素能够出来吗 在脑袋里面的毒素能够出来吗 在血管里面的collapse 或者是沾东西怎么够出来 在那个皮理的 在浪的 在身体所有的地方都有毒素 但是如果你身体不够强壮 还有说现在的身体 现在的一些毒素很特别的 像heavy metal heavy metal 你不能排出来 那就要用新的方法把它代谢出来 那新的方法代谢出来 今天在这个排毒里面 我们是会有五七问题来解决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决 就要看大家的那个 消费理念 还有对这个病情 对这个排毒的认证度 对这个健康康库上面的方法 像外面我们再放了这个三个桶 这也是一些方法 但是什么呢 每一个方法它的作用都不太一样 所以来说呢 我们喜欢用这个排毒里面来解决什么 我们用16个小时 就是通过讲座 然后我们6点钟开始喝 到明天的10点半结束 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自己感觉到 自己看得到 这些毒品离开身体以后 整个身体的状态 就变成什么呢 可能才有信心 进一步做什么治疗啊 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方法 就变成用这个情况来说呢 我们才能够让很多人 产生很多的怀疑的心态 可以降低下来 可以降低下来 那这些方法是 比如说 一个人有抽烟也好 没抽烟也好 他身边有抽烟也好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有抽烟 你在长期在这个 空调的状态里面 一定会寒噬 也是现在很多女性 是生不了孩子的原因 寒噬 空汗 这些寒噬 你不可能用实际的方法 来处理寒噬 你用中医的方法来处理寒噬 也是相当困难的 相当困难的 那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 问题是什么 你要帮助身体来产生这个代谢 帮助这个代谢 所以很多地方 比方说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 脑袋重新得到血液供应 那你说冠性病的患者 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一个患者 他说他心脏肌肉已经不行了 因为心脏的肌肉得不到血液供应 心脏的肌肉得不到血液供应 就冠性病 冠性病呢 你在医院里面怎样解决 要么帮他搭桥 从今开这条的血管 要么就去到严重到用那个起活器 但实在 我敢跟你们说 我们在一个小时到三天 基本上就能够救回他来冠性病 分分钟 我只是给他 一片这样东西包在这里 我勾反这样 因为很多严重疾病 我处理的人真的不少 方法在哪里呢 冠性病的患者是血液去不了这个肌肉 血液为什么去不了这个肌肉呢 因为在医院里面 是不会去处理微丝血管 不会去处理微丝血管 因为他们处理大血管都是很大的工程 第一个 血一定要把它活 记活 等一下有机会我们会再讲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血要活 第二个是血活 血细胞才能够穿过微丝血管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让血活 不可以用物理医学让血活 以后呢 让这个血液可以开始穿过微丝血管 他的心脏就开始得到血液供应 懂不懂我意思 但是如果你只是 不会去处理这个血液的 这个当然血液通道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病可以处理呢 眼睛 当眼睛衰退的时间 是不是血液循环不起来 你可以说什么 他眼睛什么病 什么病 但是病之前 是不是都是眼睛血液供应的障碍 懂不懂我说的意思 或者是说你看 我们处理这些老瘫的孩子 老瘫的孩子 他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地方 血液是不好过得去呢 所以他产生不了这个反应 或者中风患者 第一个问题 我们吸血液可不可以 把他的血管变成有弹性 然后呢 把他血液变成活 然后他血液活 我们让他能够穿过这个地方去 血液能够穿过那个地方去 氧气是不是能够带进去了 那氧气能够带进去 我们给他的吃了药物 是不是才能够运输到那个地方 他才能够产生这个吸引 我们有很多方法 包括我们用这一道的方法 这一道的方法 我们把药物放在里面 我们把药物放在里面 我们再通过胃根瘤 我们再通过那个温度 我们再通过这个 quantum medicine 这些方法 有什么 用外推力 药物可不可以伸进去 皮肤 药物一旦进入皮肤 是不是马上进血管 进血管 在活的状态上 可不可以伸送到身体 任何地方 懂不懂我说这个意思 或者是说 我们在医院里面 是不是很多患者 他在插氧气筒 插氧气筒的那些患者 不是因为那个环境没有氧气 是他吸不了那个氧气 所以他需要高浓度的氧气 给他利用他身体 仅仅很少的活跃 还是在活跃的这些血细胞 然后拿他紧紧的那些氧气 就是说比方说他有100颗的血细胞 他只剩下可能5颗 那变成什么 那5颗就要付起输送氧气的工作 那95颗是不够力量的 所以他需要用氧气 但是如果我把那个患者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内观这个地方 是不是自杀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把量子芯片放上去 对不对 量子芯片放上去 以后把那个大锥 这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我们都放上量子芯片 心脏的地方 这个量子芯片 再不行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肺的 这个经过的地方 我们把量子芯片放进去 这个患者 大约10分钟 就能够得到氧气 他不是输送氧气进去 是他满到氧气 那这个患者可能 两三天已经不需要用到氧气 但是他的体力状态 开始恢复得来 你不能够只是插了氧气 以后等他身体的机能 有能力来恢复他 懂不懂我意思 你会再什么 里面像老人班 老人班实在就是缺氧 产生的病变 所以很多方法要综合起来 那我讲回毒素 毒素可不可以是堵塞的 这些渠道的东西 这些堵塞通道的东西 你不把它弄出来 如果我们把它弄出来 又把供应的方法再输送进去 这两个人就站起来了 懂不懂我意思 你会再什么 再把那个 Nature Park里面的 Holistic里面的 不同的这些 很提纯性的药物 给它输送进去 这边就很可能 去站起来 实在来说呢 不会太困难 所以我现在在中国那边 有很多地方 我有很多学生 每个地方我帮助他们 建立新的医疗中心起来 那每个地方 当他们产生非常多的个案 我们将来三年五年 我们可能已经可以 开一家两家三家医院 世界 现在我在跟达威马 在开四十家 那时再开十六 所以我说这个开刀 如果这个血管 很多人 我刚才 我们在做那个 检测的时间 你们看到是什么 有血管的赌塞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们在医院里面 可能就查不到了 医院里面查到 查不到是什么意思呢 医院里面查到 赌塞百分之五十 都会叫你回家 只有赌塞到 赌塞百分之五十 你们赌塞 如果大血管 赌塞了百分之五十 小血管是先赌塞的 因为小血管 小血管 像这个脑袋啊 像器官里面记得 这些血管 这些小血管 是我们头发的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眼睛是四十分之一 那么细 那所以呢 身体如果血管有堵 我们说血管 一般都是假文的大血管 血管有堵 小血管一定先堵 但是小血管堵呢 只是身体比较衰弱 不会死人了 没有那么快死人 就好像一个人 我说 我说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 你说还可以 记忆力下降一定是 小血管开始堵 那是什么呢 不代表你已经老人时代 老人时代是堵得一塌糊涂了 那是什么 大血管后来才堵 大血管都堵了百分之五十 才叫你回家 你怎样贪货 那去到百分之七十呢 放自家 那如果我们先抬 这些毒素 这些干东西 开始把它清出来 这些干东西清出来 还堵什么 懂不懂的意思 堵了你 第一个把这个垃圾清出来 它就不会有苍羊跟蚊子 你现在一个家里面 你去到处去找苍羊找蚊子 问题什么呢 你不把家里面那一堆垃圾 或者是家门口那一堆垃圾 把它清爽下去 你永远都在找蚊子 都在打蚊子 实在把它清洁以后 你这个源头才会仔细的嘛 这是道理很简单 那是什么 由于现在主流的医疗 是跟政治 跟这个社会福利挂钩的 变成大家就以为 没有给人医疗的处 我现在跟你讲那么多 政府没有支持膜了 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 在香港一个癌症患者 如果他来得及等 连医院里面做了手术治疗 在医院里面 每一天他只发一百块钱改变 连花两分钟都不用钱了 但是什么呢 在中国 在中国 单单叠断了脚 都要十万块钱 所以我现在的时间 大部分在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香港做得很辛苦 香港的病人 是走投屋路在找我 因为什么呢 找医院 他基本上不用钱 但找我是要 没得报销 变成什么 就变成我很贵 我很贵 就好像我老婆前几年叠断了脚 变断了脚 他在医院里面 好像是四天还是六天 我们只付了几百块钱 但是我详细在看他那张单 我就觉得很笑 他是每一天 我们付一百块钱 改变是大约十几块钱 新加坡病一天 但是什么呢 他那张表上面 每天是付三千三 是政府要付给医院的 我付一百块 政府付了三千三 所以呢 基本上有病就找去医院 那这个系统变成 把欧洲那边 欧洲现在的economy 是这个干掉的 变成什么 大家认为好像不用付钱 实在是付了巨大的钱 并不会好 并不会好 在这种情况 但是中国大陆那边有什么问题呢 它的医德有问题 它表面上很多的医疗 是社会福利的 很报销的 但是医院 医生基本上会告诉你 你要那的药 那的药 那的药是没得报销的 结果呢 结果 老百姓就变成什么 医不起 因为什么都没得报销 真正报销的是什么床位 所以那个床位 只要来说 那个病情已经不行了 医院一定把你赶出去 因为那个病 那个床 不赚钱了 但是那个床 睡下去的病人 做的治疗 就赚大钱了 懂不懂我医生 但是什么 新加坡跟香港 就有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排斗炎 根本 基本上人家不知道 有办法做治疗了 根本不知道了 因为什么 任何问题 第一个 因为我们去医院里面做个检测 他告诉你的指标 都得不得 那你就认为没问题了 那实在什么呢 你身体 就变成什么 把思想放在 我只是身体衰退 我只是年纪越来越大 所以 这是正常的 实在不是正常的 正常的身体不是这样 正常的身体是要 每个人都要非常强壮 然后来说呢 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是气绝而中苦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 八十几岁的生孩子 你现在新加坡人生 八十几岁的生孩子 给我看看 做不到的 那个是什么呢 半死不活 活也不是很强 但是死也死不去 因为用的药物来 维持住 是这样而已 所以 所以 毒素 毒在哪个地方 就一定会引起 那个地方的一个病情 如果我们把它清出来 是有办法的 可以的 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我上面治疗那些 怎样处理的 但是什么呢 排毒只是第一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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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毒只是第一个 你不管不要把排毒 变成什么都行 排毒只是说 我们一样通过身体 本来那个排毒的能力 比方说 牛含 牛眼泪 大便 小便 这些都是排毒的一部分 或者是我们都课探出来 但是什么 现在的毒 你排不错 现在的毒太厉害了 你上千种的 我们现在是植物里面上千种的 所谓安全的添加剂 现在安全的添加剂是 你吃的时间不会死啊 那是什么呢 该死的时间就会死啊 所以叫做安全 比方说我前几天有个朋友在我面前喝那个汽水 那个妈妈带那个儿子来找我看病 然后那个孩子喝的汽水才见我 肯定会有病 我就跟那个孩子说 我说那个你试试看喝那个可乐 然后呢你没有刷牙 你只是喝了可乐弄它几秒钟而已 就不用刷牙了 牙齿就很干净 牙齿就很干净 那是什么很好喝 你知道长期喝 肠道不会好的 肠道不好身体哪里会好 肠道一开始不好血管一定开始硬化 一定开始硬化 肠道开始不好 肝脏也开始不好 它一缓一缓一缓就这样的竞争起来 那是什么呢 父母不知道喝汽水有害 继续让父母去 让那孩子去喝 甚至那些什么 那些 那个爷爷 妈妈 为了那个孙子 觉得靠心 哎我买汽水有点喝 是那人在捕死他 在捕死他 我们通过那个五菌通体 那个药物一喝进去 喝进去因为植物的植物 在治疗里面植物 每一种植物 它会归精 归精是什么 比方说天麻 天麻自然就会震动 这个老特约 它会下火 老特约是素 我们有一些药物 它会震动肺部肌能 有些药物它会补肾 也会震 就是说它跟肾脏产生控症 这些的排毒的那个配方 把它产生这种震动波 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在老祖宗 在中医的医学上面 不明白 为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的重要 都跟共振有关系 所以一旦五菌通体 喝到体内里面 它会跟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这些的共振 让身体放开 里面的毒素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力量很低 所以呢 加上量子的波 Quantum Quantum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 药物的这个共振波 倍增10倍 20倍 100倍 这样的话 变成可以 那个量就会非常巨大的 把它通过生存代谢 把它弄出来 出来的时间呢 技能也会根据 中医医学上面的五行五色 产生给我们辨认的 得了 变成什么呢 不同的颜色 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出来 你们每一个人身体 哪里有问题 它就会偏多 排哪一种毒素出来 比方说 这是 这是 都是你的新加坡 比方说苏神 苏神 苏神当时来排毒的时间 你们看见排毒 你们会看不见大便呢 因为第一次 第二次的大便 我们是要让你们把它冲掉 尽管你们有很多宿便 也会冲掉 因为排宿便太简单了 排宿便很简单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让你们可以看见那个毒构 这个毒构呢 我们会拍一个 喝了以后 你们回到房间 我们会每一个人 还会拍一个网 一个网 一个网 附在那个马场上面 然后呢 第一次 开始拉的时间呢 你会拿大量的水分 加上 里面的毒构 毒构 就会随着这个水分出来 然后大颗粒的 就会 留在这个网上面 对不对 你在网上面 你要观察 它是什么颜色 每个人不一样 比方说 它是肾脏为主 说是黑色 黑色为主 以后呢 比方说 这个人 这个人你看 跟那个素神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出来的 像不像一碟炒菜 吓死人呢 吓死人 吓死人 他已经第九次排了 第九次了 这个是第十次了 他的肾脏功能 是一塌糊涂的 是黑到 他有一点 你们如果在电脑里面看 他很多那种化学 化学物 那种 密碎状 像是粉皮一样 这些已经不是大便 这些已经不是大便 这些已经是身体里面 清除大量读书出来 这些像不像那个 这个是马蜀 马蜀如果吃下去既然咬睡了以后还会恢复马蜀 那就更恐怖了 更恐怖 这个也是新加坡理工大选业的一个教授 你看这个啊 这些他是负希西桶的 他是负希西桶白色为主 你看到这个黄呢是因为搭了很多黄色的 黄色的是在肠胃上面脾胃 如果糖尿有问题呢就会很带这个颜色 带这个颜色然后就会看到 这个白色就会好像浓到这个变成红色 这些结构基本上都是从机器馆出来了 然后呢很红这些地方呢 就会在心脑血管跟哪里呢 跟男性的就会在这个前列线 那个Postest 这些地方 然后呢女性的就是在股线啊 在这个网巢子宫这些地方 然后这是另外一次第二次台 第二次台是在肾脏的 肾脏的为主还有肝脏的 还有那个心脑血管 这是心脑血管 这个是那个市里南台 大概的一个生意 她整个家族都是心脑血管出问题的 她的 果认识她是因为她太太带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生出来的 心脑血管出问题 其中大女儿是引起我们大家合作的一个原因 因为她的大女儿是长期头痛到甚至要从学校进回来 然后她的小女儿是生出来一定要做心脑血管 但是她爸爸是这个情况 这些黄色的部分呢是那个肠胃的 肥胃的部分 肠道有很减重问题 然后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是心脑血管 心脑血管排得大量的毒素出来 然后这些是有一种 像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GEL的这种的形态呢 它是 它是一个 一些药物 长期吃药的人 比方说 长期吃高血的药 长期吃止痛药 这一类 他们都会有这种的 药物的长期 然后绿色的部分是在肝脏 但是这里面盖住的是什么呢 是肾脏 那里面排出来的时间是一层一层不一样 先排出来这个颜色 再排出来那个颜色 再排出来那个颜色 然后它会叠 重叠重叠重叠 叠到整个图像出来 那因为什么 身体的生存代谢 绿色的部分基本上是明天才排出来 明天 这个文方 文方现在在中国 在驻海那边开 医疗中心了 开始有本事了 文方是我的 我来幻者 那 它排出来是大量的是 那个 是绿色的读书 以后呢 这些 这些是生殖性的 这些是生殖性的 那文方 文方排出来时间 我就可以讲话了 我说 因为文方 他嫁过来新加坡 就整天生气了 以前在中国 怎么样 到这边变成 这个 恶等公民了 他脾气不好啊 整天生气 整天这里不买 哪里不买 肝肝肯定受损 你和肝肝受损 有些女性 你们要注意啊 一生气 乳房痛 我跟你说 女性生气 跟男性生气 不一样 女性容易受到 那个 情绪 受伤 很容易的 所以 女性 开朗一点 别 别 被那个 死家伙气的犯事 不要这样 ok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那个肾脏的 黑色跟绿色 肾脏的绿色为主 一个多数 很多 这个是基本上 这个是那个 生物剧的一个局长 在广州那边 他基本上 是那个肝脏 熬夜比较厉害 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助理 他主要说的是肝脏 跟那个肾脏 甚至什么呢 他觉得奇怪 他把他 切开 把他切开 把他切开 你们如果明天也 有这些比较打块的 你切开看一下 看看你们是不是肥脆 哈哈 哈哈 那个 所以 呃 这里我就今天 我需要 四点 要四点半 啊 还有时间 啊 啊 对对对 好 好 那个 那我 我讲呢 暂时讲到这里 等下我再跟大家接触下去 那几方面是 我是要大家来了解 第一个是 啊 今天那个 阿基古他们从 从 刚刚从青岛过来 啊 现在青岛过来 我们开始引进呢 这边会开始引进 一个治疗中心 治疗中心 其中的一个服务呢 是这个 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用来排韩斯 用来排重金属 啊 用来这个活血 可以循环的 那所以呢 那个 你们如果 呃 有人觉得 平常韩斯特别厉害的 啊 或者是 呃 这里没有人抽烟呢 啊 我可以 我基本上可以 我跟你说 你泡一 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你们如果没有泡过这个 我可以 所以 当场 你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我可以在你身上 啊 或者这里有三个人 啊 所有的人 啊 特别你们表会 一定会有很多的 迷你也许 啊 一定会有很多 就是那个 那个 水银 啊 因为 这种病情一定有 很多水银在体验 水银 还有不同的中金属 经过这样的情况呢 本来身体有的 你就会很快发现 五十分钟以后 这里就会有水银 它会被 代谢出来 这个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我现在就把它 用在辅助治疗里面 天天用 配上我的疗程 天天好像 洗衣机一样 来洗身体 但是怎么 通过脚 来挡路 通过脚来挡路 很舒服的 但是 头七次很辛苦 我会跟你说 啊 头七次是什么 当你 一般的泡 泡脚 一般的泡脚 只是觉得水 暖暖的 出出汗很舒服 这个不会来 这个你 当你泡大约二十分钟 你就会 可能这样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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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它会加温到四十三度 温度不变的情况 你洗几个热水 找到四十二度 四十三度了 不要这个 正常指这个温度而已 但是什么 你觉得很难受 因为寒湿 要掉出来的时间 是相当不舒服的 就好像什么 好像吃辣椒一样 痛得不得了 但是什么 泡完以后 爽 爽 那泡大约六次到七次左右 很舒服了 那我现在泡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只要我喝啤酒 我喝啤酒 那天泡 不亂说 因为啤酒是很寒的 他又要把它代谢出来 就很辛苦 那哪些人很厉害呢 做这一道 第一个 基本上你膝盖很不舒服的 或者是有中风状态 或者是中风倾向 或者是说那个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痛风 痛风 痛风一定让你们一定很舒服的 不得了 现在那个 我们站起来那个可理的泡板 可理的泡板 引进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中心 在马尔西在乙坡 在乙坡那边 在乙坡那边 现在已经 个案也是相当不错了 那今天是把它趁着这个 排毒营的那个 HIGH OF TALK的机会 带来 你们可以 如果今天晚上有排 有排毒的是这样 今天晚上有排毒呢 我们现在在我们新的 在像 广东省那边的排毒营 我们基本上是个配套 是什么 以前 这个排毒营 排毒营已经很厉害 很多 刚才你们看见很多 那个不过就出来 那是什么 在排毒的过程里面 一起泡 出来多一杯 因为什么 它推动 它对动这个循环运作 推动的特强 它泡了以后 单单这个泡了以后 那个瓶棒会软的 你们把为什么 那个荷尔蒙棒 什么的 所以变成什么 我们把它配套在这个 排毒营里面 来增强这个服务 但是那个 呃 你们到时候有兴趣 排得不错的 用的这个不错的 要再进行体验的话 七月份是什么 七月中 七月中这边呢 第一家就会开 到时候你们再去 好好享受一下 这场收费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但是孩子有用 那是什么 你们要群老一点 一个礼拜多 其实甚至天天去这样泡 整个身体运作都非常好 小孩子的发烧感冒 感冒 感冒 伤风感冒 基本上泡一次到两次就好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打进去 中国的医院 因为中国医院现在 全中国的医院 已经是严禁 那个调研室 不调研室 用那个抗生素 调研 调研小孩很容易发烧感冒 发烧感冒 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开始打进去医院 来代替以前那个 用那个抗生素 这个在马来西亚里面 可以参考是什么呢 是那个 登革 印尼也是 因为这些地方 蚊子 比较厉害 那个是病毒性的 在这个活血的课程里面 有很多 被看不了很不错 那你们如果 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现在可以有三个人 你们可以 边讲我 如果不觉得我讲到太闷的话 你们可以继续听 因为我还有一些知识 我可以跟你分享 下面我为什么会问你 有没有抽烟呢 因为最近我检测过 尼股病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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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股病都出了 所以这些 基本方面 你们都可以用 因为我在 你们编号的时间 我在跟大家分享 一个样子期间 到大家玩 以后 用上去 更加的 好 那你们可以 如果真的是 今天晚上想 报名 那个排毒的 应该可以 继续向他们 那个 报名 看到报名 你们北里 我以为排队很便宜 排队以前的价格 以前是大约三倍价格 因为以前做排队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 一个是美容院 美容院一定是没办法 一定要赚很多钱 因为它是VIP设计 还有一个是自然医学 我们在香港那边 有一些自然医学的中心 是特别 多一两个房间 被人家 可以让人家 游书来排队 那这些特别收费 但是我们现在在排队里面 我们就可以 大约我们进来的 那些成本的价格 出来的不够是会 非常大量的出来 今天加上这个里面 出来的份量就会更加的高 更加的高 你们可以自己享受一下 因为基本上今天 不算是收钱 所以你们可以享受 三个名的 你们需要的话 就跟Panical里面 Akiko来说就行了 如果你们有选择 啊 现在就要给他们Panical里面 好啊 那你们谁 谁想享受 你刚才已经看了他们的报告 我看了报告 但是你们要愿意 我是希望你来跑 还有你来跑 下面没有出院 你跑过要不再够 你跑不得不便 你跑过 一三个人处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